头痛、小兔是怎么回事? 石绍亭、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头痛、半呕吐 是头痛非常常见的一种伴随症状 我们要这样考虑 头痛和呕吐两个症状 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如果说头痛在前 而后出现了呕吐 那么应该是头痛伴随出现了呕吐 是头痛导致的呕吐 如果是呕吐在前 头痛在后 那么我们可能要就诊于消化那一刻 先看这个呕吐的情况 如果是头痛伴随呕吐的话 我们不用紧张 因为无论各种类型出现了头痛 只要头痛的程度非常严重的话 都会出现呕吐的情况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呕吐的性质 如果说这个呕吐是一个喷射状的呕吐 它不是我们常说的呕吐出来的 而是一张嘴直接喷射出来 喷得很远 这时候我们要不能掉以轻心 这种情况一般多鉴于颅内高压 需要紧急到医院救治 头痛伴随呕吐出现的 比如说脑膜炎导致的头痛 可以伴随呕吐 朱膜下乡出血 头痛可以伴随呕吐 脑出血 头痛可以伴随呕吐 偏头痛出血 也可以伴随呕吐 等等等等 各种样的头痛 只要它的程度到了一定程度 那么都会伴随呕吐的症状 专家提示 1.如果头痛在前 而后出现了呕吐 是头痛导致的呕吐 2.如果呕吐在前 头痛在后 可能要就诊于消化内科 3.头痛的程度非常严重 都会出现呕吐的情况 4.如果呕吐是喷射状的呕吐 一般多鉴于颅内高压 3.头痛的呕吐